字幕視頻 你有聽過一句話 男人嘴 騙人鬼 那是在談情受害的過程 也許女孩子會撒嬌會講這些 可是你說談情受害的過程 只要不是渣男 在感情上面也就算了 但有很多人會說話 但沒想到有人把會說話 用在龐龙九道裡頭 你一定聽過譬如說神棍 那騙財騙色 然後這個時候過程 說什麼彩陰補陽的問題 冤親在主 冤魂纏身 然後英靈 很多的這一類 那除了這個以外 如果有人要找你投資 投資吧 那總是有正確的一些投資的觀念 但有些人那個投資 前提就是勝貨 騙財騙色 然後框一個投資的一個名號 你有沒有聽過像這樣一些事 或你有沒有碰過像這樣一些事情呢 要怎麼樣分辨 他是真的投資 他是真的一個宗教 還是他只是為了騙財騙色呢 好 今天在節目現場 為你邀請到一些特別來賓 一起來告訴你 如果碰到這些 你該怎麼辦 好 來 開始為你介紹 周邊第一位資深媒體人 許申梅 大家好 三峽警分局副分局長林子祥 五個好 大家好 心理分析專家邱文仁 大家好 律師徐恩和 五個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申梅 說實話 那種片 尤其是像騙財騙色的一些事情 或是神棍 例子 聽過很多 那這次有一個 他是個科技老總 所以他講了一些東西 大家會覺得說 當然OK啊 那你覺得這裡面 他講的這些有問題嗎 可是那個前半段 我還蠻相信的耶 因為這樣的檢測 真的越來越多 先講這樣的故事 這是一個科技公司的總經理 他本身是日本人 然後來台灣有二十幾年 所以他中文非常好 那最近因為有一些女網友 就出來控訴說 這個總經理他很喜歡替人家算命 他就會先看看你的氣色 然後就說不得了 你知道嗎 人是有氣的 如果你的這個氣很不好的話 負五音是最低的 如果你走到負五音的時候 基本上已經平臨死亡了 但是你現在是負三音 負三音 你還有救 就跟人家講印堂發黑的概念一樣 如果人家這樣講我 我也會害怕啊 對不對 真的耶 我最近有點衰 你看得出來喔 表面上我只能看到這裡負三音 那要怎麼樣才能夠看 你如果要進一步的話 我告訴你 你平常穿絲襪嘛對不對 我看你有穿 要那個穿過的絲襪 你給我 原位絲襪 你只要絲襪給我 我可以測得出來有沒有救 因為如果你沒有繼續去處理的話 真的七年之內 你就不能走路 你會癱瘓 你不過就犧牲一雙絲襪嘛 原位絲襪 對 你就讓他 對不對 測試一下 我也不知道他要做什麼測試 好 真的不好 你真的是負三音 那總經理怎麼處理啊 他都科技公司了是不是 我告訴你喔 這就是只有一件事 你就補這個陽氣嘛 那怎麼補呢 當然就是做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囉 要跟那個陽氣最旺的人 做這樣的連結 馬上灌進去 從負三音就到 秀陽 然後蠻多的女網友 就出來控訴說是這樣這樣這樣 可是人家老總有解釋耶 老總說我沒有要對他怎樣啊 我跟你們講 我們日本最近研發出一個新的機器 就是測你的身體的一些機能的 這個檢測需要你穿過的絲襪 沒有錯啊 上面有皮屑啊 好 這段就算你講是這樣 科技嘛 也許我們不懂 那後面那一段呢 我也想問 那你那個機器是要我跟機器做人與人的連結嗎 我怎麼做啊 老總 你告訴我吧 總之呢像這樣 告訴你說你的運氣很差的真的非常多 為什麼呢 還有一個例子 我覺得這個也很妙 這個也我常聽到 這個女網友30歲 她就抱怨說 因為她的家裡是從事古董商買賣 你知道這個古董就會有一些什麼武士刀啊 或者兵馬俑啊之類的 所以她說她從小就睡不好 她有靈異體質 她非常非常的困擾 她大學畢業之後乾脆就去當兵 做這個志願士官藝 因為她覺得在軍隊裡面應該就不至於吧 結果她在部隊裡面天天鬼壓床 那這個女網友呢就把她的經驗分享到靈異版 就有一位很佛心的陳老師 就跟她講說 你知道嗎 你的問題在於你有濁氣 因為你那個氣太雜 你家這種古董商 軍隊裡面還有一堆冤魂 所以都砸在你身上 所以你如果不處理真的蠻糟 那她當然就問陳老師那怎麼辦 不要害怕 我們甚至視訊我就可以幫你打坐 她就覺得好妙喔 但是如果你現場來 我幫你調氣的話更好 那這個女網友就也會害怕嘛 就帶著男朋友去見這個陳老師 打坐完她就跟這個女網友講說 神明剛剛告訴我了 她不太喜歡你男朋友 因為你男朋友不信這個事情 她是不是有一直念你說叫你不要來 對 正常男人都會叫你不要來啊 可是你心裡就會覺得 對對對 當然啊 你下次真的不要再帶你男朋友來 你觸怒到神明的話 這個器官進去也是會歪掉 所以下一次女網友就自己來了 這次一來呢 陳老師就告訴她說 我第一次見到你我就知道了 我找到了 我們前世有一個緣分 但是呢 我們這個緣分一定要把它完成 如果這個緣分沒有完成 你有沒有覺得你都睡不好 對 你有沒有覺得你腦筋混混都能 對 你有沒有覺得你鬼壓床 對 我就是因為鬼壓床才來找你嘛 但陳老師就說 你都是因為跟我的緣分沒有繼續 那你覺得女網友怎麼辦 頭都洗一半了 然後她就說那老師 我們是不是還是能夠 你先幫我調個氣 可是這次調氣 她就不是面對面了 直接熊抱 然後就直接 你知道大家都懂 就直接抱住她的胸部 陳老師就說呢 唯一可以解決我們這個緣分的 這個問題 因為陳老師結婚還有小孩 但是他就跟女網友說 沒有關係你就當我的小三 因為這個沒有關係的 真的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是前世 你當然沒關係 所以女網友有關係 法律呢 沒有辦法解釋我們前世的問題 請問前世的戀員 法律能夠約束嗎 真的沒辦法解釋 對 那這個女網友 又不敢告訴她的男朋友 可是又覺得不知道怎麼辦 更妙的是呢 她竟然喔 還繼續找她媽媽跟姐姐 來給這個陳老師調氣 她還把她媽媽姐姐找來 對 因為她覺得某個部分 陳老師說的都有道理啊 她的朋友就覺得 這個老師怪怪 就上林一百 就問了一些網友的意見 你知道 大家說 她是不是叫你去打坐 她是不是說 你是不是她前世的新娘 對耶 她已經騙很多人了 而且陳老師的本業是什麼嗎 外送員 就是說那個外送的空檔的時候 對 經言一些有關於這些的命令 在幫她打氣這樣 所以這個案子現在已經提出告訴了 原來就是招搖撞騙 OK 對 你知道為什麼我講說 對 因為法律真的沒有辦法解決 她剛剛講前任 因為一堆鬼話 好不好 你怎麼去解決這些呢 因為 因為這些你到法院 法院聽了都會覺得好笑 那法院 當然大家都沒有辦法證明這些 對啊 但你講這些 所以任何這個問題就算是嗎 你隨便怎麼講 但是有人就 這已經多少年來 多少人持續在被騙當中啊 對啊 所以說這個東西其實 到處都有發生 有時候我們辦這種案子 然後把這個案子 法官第一個要問事實嘛 有時候法官都忍不住要投降 就忍不住啊 所以很常見這件事情 對 好 可是問題就在這 不是 告訴我 這到底是什麼心態 大家聽了都會覺得好笑 但是你不要講 會不會人就是在那個節骨眼上 你就是想不通 你就是走不出來 你就是聽了以後 我平常講 你那個剛剛講的那個 就是什麼陳老師 第二次你男朋友沒有來 我就知道中了 會相信鬼話的人 頭腦都不太清楚 有濁氣 頭腦不太清楚 通常是兩個原因 就是我很恐懼 或者是我心裡很痛苦嘛 但這些神棍 其實他已經看到這個Y小姐 這個小姐 他本身自己就陷於某種恐懼跟痛苦之中 通常神棍會用的 要不然就是英靈 超出英靈 這個時候 你一來我就看到後面 有好幾個小孩 這個就是嚇人造成人家的恐懼嘛 然後再來 痛苦的話 也許他人生中碰到了什麼坎 他覺得沒有一個力量 可以去幫助他度過這個坎 常常就是感情的問題 對 常常是感情的問題 你還會來 十個 有九個 對 反正都是感情的問題 所以神棍他是先看到了你的弱點 然後呢 就說服你說 我有神奇的力量可以去幫你解決 這個有點像像得絕症的人 很多人有絕症 但是他又有資產的人 當他生病了 他後面又有錢 然後被這個江湖郎中看到的時候 他會說服這些人說 正規的醫院已經沒有辦法救你了 那我就必須要借助 某種神奇的力量去解救你 這個情況是非常類似的 所以當他的弱點被神棍看到 然後呢 神棍又用這個方法來說 我是可以幫助你的時候 這個時候受害者 他可能也心中會有疑惑 因為這聽起來太怪了 這個時候神棍就會開始去恐 就是去嚇他 例如說你今天不解決的話 你會死的啊 或者是你愛的親人會死的 這個時候就是恐懼更加恐懼 痛苦更加痛苦的時候 這些人他腦袋就越來越不清楚 就掉下去了 而且往往 因為這個常常神棍也是騙色嘛 就是往往你這件事情做下去以後 你會越陷越深的 因為你做了這件事情 你被騙了錢 當你發現這件事情有點不對的時候 你可能會不願意去承認 因為你一旦承認的話 那個丟臉就是丟得更大 然後錢損失人損失 我覺得這個就是無盡的循環了 其實像這種 副總 都會有一個他們的SOP嗎 有 他們有一個非常標準的完整的模式 因為神棍通常會把被害人叫到他的神坦 或是宮廟 那基本上你進到這個宮廟神坦 已經落入他的圈套 因為那邊的佈置完全是照他的心理所想的 譬如說燈怎麼樣 或是這個擺設 讓你心裡會覺得 好像真的有這回事 然後這些神棍他一開始可能會 摸你的手跟你把脈 或是摸骨 甚至摸你的頭 什麼灌氣等等 會跟你說 你最近是不是睡得不好 失眠 或是消化不良 可是這都是一般人的通病 所以你聽到神棍這樣一講 你會覺得說真的蠻準的 對 那你就陷入他的圈套以後 就一步一步沾到這個陷阱裡面 這類的神棍其實都 自稱是神明代言人 或是這個神明上身這種話術 那基隆之前曾經有一名核性神棍 那跟這個未滿十歲的少女說 你三日內必有死節 那少女一聽 當然心裡會害怕 那他又不敢跟家人講 而且這個神棍跟他講說 這是天機絕對不可洩漏 那後來這個神棍就跟他說 你必須到我的這個神灘來祭改 才能度過這個劫難 結果這少女竟然 三更半夜凌晨三點坐計程車 從台北千里條條跑到基隆去 然後進入他的神灘裡面 讓他祭改 那一開始他就當然是故弄玄虛 把這個燈弄得陰陰暗的 甚至燒這個紙錢 然後少女就要少女把衣服脫掉 他要在身上做服 然後少女一聽了 當然覺得不太好啊 可是少女想要走的時候 就被這個神棍強制性交得逞 那他一回去 又這個神棍又恐嚇他說 你不能把這件事情跟家人講 一講的話奸機洩漏 你會有死節 結果後來這個少女在家裡面 就悶悶不樂 將近長達一個月的時間 家人覺得他怎麼怪怪的 一追問之下才知道他說 他原來他遇到這個騙色的神棍 那後來家人報警以後 警方後來查出來 因為這名神棍 竟然是一名毒品通緝犯 他有毒品前科 然後他因為神經曾在神壇裡面服務過 對於這個宗教這個做法的事情 他略知一二 那用這樣的話數來騙人 那後來我們也發現說 他其實他已經跟很多未成年少女性交過 他在即將入肩服刑前兩天 才把這個少女又把他騙出來 又強制性交一次 對 所以後來檢察官加重強制性交罪 把他起訴以後 那他在法庭上辯稱說 他跟這個少女是合議的啦 他自願跟我發生關係 但是法官並不採信他的說法 認為說這個少女沒有未滿14歲 他已經符合加重強制性交罪的 這個構成要件 重判他七年六個月的有期徒刑 OK 而且任何未滿14歲 他就算跟法官講說 我跟他是合議的 合議也沒用 對啊 未滿14歲 所以你說像這種神會 然後一路上 剛剛副作者講的是 連入育前還把人家騙出來 其實一般人覺得判七年六個月 是重判還是輕判 我覺得社會大眾都覺得這是輕判 社會大眾可能就這種人渣 唯一死刑 對不對 可是其實實際上 就跟副作者講 其實在實際上七年六其實是重罪 我們是講一件案件 他可能譬如說他做了好幾次 他會好幾個七年六再累積 然後再定他的執行刑 但是一單一件事情 七年六已經算是稍微重 其實殺人是十年以上 所以其實七年也不算是輕罪 那這種重判照片 我們也是看到很多 我之前遇到一個比較有趣的就是 這個神棍也是鎖定那種 鎖過胎的女子 其實大家鎖完胎很多女生 都是有一種心裡有愧疚感 那個愧疚感就造成了 他的胸悶胸痛 那這神棍怎麼說呢 我跟你講 那個英靈 他躲在他的胸部這邊 為什麼呢 因為他沒有喝到母奶 你聲音可不可以不要故意這樣 就突然直接聲掉下來了 對 你會這樣讓我心生恐懼 後面有很多 就是他會躲在媽媽的胸部 為什麼 他沒有喝到母奶 他想要喝啊 所以他就躲在這邊 等著要喝媽媽的母奶 所以當然你累積了英靈在這邊 你胸當然痛啊 為什麼你交往都不順利 因為那個心交往的不是他爸爸啊 他躲在這邊當然不想要你們 他就破壞你們 他就破壞你們的婚姻 那怎麼辦 因為我們 法師加 手這樣子幫我打碼賽克 法師加持過的手 當然怎麼樣 我們要怎麼樣寫除這個胸罩呢 就要脫掉那個胸罩 用法師加持過的手 幫你做一些特殊的按摩 進行一個特殊的療程 當然啦 這個東西後來 有人就會突然清醒嘛 然後就去提告 然後這當然就是妨礙性自主 那妨礙強制猥褻 然後他當然也是被判刑 很荒謬 就是有人性 對 但你看人格講這個 很荒謬 但就是有人性 而且 為人性的人很多啊 要不然我們怎麼一天到人 都有這麼多的這些案子 當他非常痛苦 當他非常恐懼的時候 他的腦袋已經不清楚了 所以他會覺得 只要有一個服務可以拯救我的時候 那我可以做得到 我就去做了 就是可以去把我的痛苦化解掉 OK 可是你說像這種有太多的手法 我平常講 你很難在一集裡面 去把每種手法 但是萬變不離其中嘛 就剛剛副作者講的 他們有那種SOP 會用這樣一些的模式 可是順美 這些模式 我們講過好幾個案子 還有一個人分飾兩角來玩這個角色 這是跟貴人員有關係 這個卡車司機 他知道掌握人性 這個陳姓男子呢 大家知道 就是我們的手機 那個Line上面 常常有人就是莫名其妙 要加你的Line 其實那都亂槍打鳥 有很多都是特種營業啊 叫你加入什麼股市 什麼粉絲團之類好之類 這個陳姓男子 他也是亂槍打鳥 他就不斷地在這個Line上面去找 然後他開兩個帳號 一個帳號叫Chen Chen 然後一個帥帥的照片 但另外一個帳號 他就去下載一個美女 說她是Joyce 說她是一個厲害的命理師 偏偏我們圈內 就有一個厲害的命理師 也叫Joyce 他就利用這一招 有一個女生叫小芳 這個小芳呢 就被這個卡車司機盯住了 那小芳呢 就是你知道 就是一直感情很不順啊 覺得自己很隨便 就會貼上去 然後呢 有一天這個Joyce 就跟小芳叮咚 剛好就敲他了 就跟他講說 小芳你知道你的問題在哪裡嗎 小芳就說 我也不知道 我很衰啊 我點燈啦 然後我也做了什麼什麼 他說不是 你需要貴人 來改你的不好的運 找到貴人之後 只有三條路可以走 第一條路呢 就是包16800 然後清他十分鐘 要跟他 清十分鐘 因為要跟他的氣交流啊 這還好咧 第二條路呢 就包8888 但是要幫他做社護線保養 社護線保養 對啊 這個話術你也知道嗎 很辛苦耶 手工業 那這兩條 小芳都說 我不行 我現在就是衰我沒錢啊 我頂多剩下一兩千啊 Joyce就講說 這個命老師說 啊 那有第三條路 你就直接跟他發生關係 小芳就說 可以啊 反正不用花什麼錢 我就可以改運 好像比點燈便宜嘛 好 那他就問老師說 誰是我的貴人 你找啊 於是小芳就在他的Line上面 因為Line上面都有照片嘛 他就滑滑滑 就給老師看 那老師也是透過Line來看 隔空看了之後 就說你知道嗎 我算出來你的貴人了 你的貴人是一個男生 民國79年生 然後射手座 然後是喜歡養蠟長狗 然後呢 要帶佛珠 他就找到找了一個男的 射手座 老師你看對不對 對啦 就是這個 各位誰 Chan 大家都知道嗎 然後小芳多妙你知道嗎 他還問這個Chan 我們認識嗎 Chan還故意說 有啊上次在哪裡認識 你做什麼 我才從美國回來 然後小芳就說 那請你喝咖啡 就類似這樣 小芳就主動去誘惑他 然後出去之後 就真的就上床了 上床之後 還包給他一個 兩千多塊的紅包 奇怪 Chan還收耶 收回來之後呢 奇怪 一直沒改 所以這個小芳就問Jowis說 為什麼還是沒改 結果Jowis說 不夠 應該要第二次 所以小芳又去找錢 又發生第二次關係 然後再包兩千塊給他 小芳信到什麼地步 他覺得他已經 谷底翻身了 他竟然把表姐也介紹給Jowis 因為他覺得Jowis這個命令老師很準 對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表姐一直想離婚離不了 結果那個表姐也是直接加這個Line 然後就跟Jowis這個聊 然後Jowis就說 三十八隻狗 哦 有啦 你知道嗎 你要在明天中午的十二點到台中的順天宮 的正門口 在那個時間點 你會遇到一個戴眼鏡的男生 手上有戴一串綠色的佛珠 就是他了 表姐真的信了 他中午十二點就站在那裡了 果然 大家也知道嗎 不用我講了 Chan 又出來了 來啦 戴了綠色佛珠 那表姐多興奮啊 口袋裡拿出八萬塊紅包 先生 這給你 那你知道 當然他要演一下 對啊 你要幹嘛我只是來拜拜 馬上呢 這表姐說 沒有沒有沒有 這廟裡的聲明說 我一定要奉獻奉獻 你是我的貴人 請收下 好就收下了 然後就收下之後 還回去離婚了 最後捅出來 當然大家才發現 Jowis跟Chin 根本就是同一個人 是不是就告了 你知道嗎 這個卡車司機說什麼 莫名其妙 小方自己來撩我的 他強迫我跟他上床 我有強迫他上床嗎 你評評你 有嗎 聽起來沒有 他不但跟我上床 包兩千塊紅包給我 法官 我哪裡妨害性自主了 我哪裡妨害性自主了 我詐欺 我詐欺什麼 是你要跟我發生關係 說我是你的貴人 我什麼都沒做 那請問一下 是誰跟小方說 他的貴人 那些條件的呢 這是最後法官才查出來 Jowis就是Chin 對嘛 那個重點就在這裡啊 這就是一個常見的 而且這個Chin也很聰明啊 因為詐欺 一人扮演三腳 總比三個人 一人扮演一腳 因為三個人 一人扮演一腳 就詐欺罪要加重 三人以上不要加重 這是高手的犯案手法 所以你看他後來其實 好像我看了一下 他大概才判 當然妨害性自主那個是 一定會被判三年以上的啦 但是他的詐欺就是 送八萬那個 他才被判拘一六十天 他就是避掉了 如果是三年以上 是一年以上有機會突刑 那個一定要 那請問一下 那個小方呢 因為他把他表姐介紹過去 那小方對他表姐後來的 包括那個八萬 他表姐會知道 我根本不會給你八萬啊 什麼貴人 鬼啦 貴人 那他表姐要追究到最後的話 小方有沒有責任 小方看起來 是已經被這個神棍騙了啦 所以他其實沒有 那個主觀的翻譯 但實務上當然有一種是 他被騙了之後 他其實就加入他那一伙人 然後到處一起騙人 有共謀的話 那其實像強制性交 兩人以上 其實他也要加重 看他有沒有再多找幾個 三個人以上 詐欺也要加重 可更慘 可是可如人像這種 一般來講 剛才也講到說 小方是不是真的因為已經 已經被騙到 人都傻了 所以他真的就把他表姐 介紹過去 但也有一些人是 自己掉下去以後 想一想 那反正我都掉下去了 那就乾脆大家都來吧 這種人也有 這種也非常可能 就是不甘心 只有自己受騙 然後我想就是物以類聚吧 他跟表姐 可能都是滿容易 相信別人的那種個性 然後他還沒錢 表姐還有錢 所以這個時候 不甘心的時候 好 既然你有需求 我就順道推薦一下 然後受苦的人 痛苦的人 其實這個時候 就是到處在找藥方 但又有旁邊熟的人 推薦一下的時候 這個真的是非常快 就會掉入陷阱的 對 我覺得第一個 就是不甘心 然後再來 也不排除剛剛 律師所說的 就是他這個 整個人就已經昏掉了 然後就順道的 把旁邊物以類聚的人 一起拉下去 OK 好 副作 真的 你說男女朋友 談情說愛那些 那自己小兩口之間 你說講什麼男人嘴 騙人鬼那些 如果只是談情說愛那種 也就算了 對 怕的是碰到渣男 然後渣男那種 騙財騙色騙騎什麼都騙 那這種 一般來講這也有SOP嗎 通常這種愛情騙術 都有這個人設的包裝成分在 OK 所謂人設的包裝 譬如說我舉例 第一個 你可能是被前妻 或被前女友欺騙的 這個悲情男子 他會跟被害人說 謝謝你再度讓我相信愛情 對 第一個 你可能是被前妻 或被前女友欺騙的 這個悲情男子 他會跟被害人說 謝謝你再度讓我相信愛情 對 那第二種大概就是 白手起家的這個孝子 孝順父母的孝子 那他會跟這個被害人講說 你就是我生命中 最重要背後的那個女人 對 那第三種有可能就是這種 他可能忙著多精 而且忙著工作 沒有空交女朋友 但是他想要成家立業 這種單身貴族 那他就會說等待是值得的 那你就是我生命中對的那個人 他這樣的話術 其實就一種人設的包裝 那包裝好以後 他再會用一種 譬如說他會去網路上找一些 這個帥哥的照片 用現在時下修圖軟體 把他修改成這個 鼻子很陰庭 然後濃眉大眼 然後再用這樣的照片 跟對方來視訊 然後增加他騙數的可信度 那其實我這邊也有分享一個案例 就是說一個單親媽媽 他獨自撫養一個高中的女兒 當然沒想到他在網路上遇到這個渣男 然後這個渣男竟然是用 性能力來吹噓來騙這個單親媽媽 28歲的陽性男子 他就用這個話術跟單親媽媽講說 他自己很有錢 但是性能力很強 一次都可以做一個小時以上 那這個單親媽媽這個叫小芬的 就相信性以為真 他以為自己找到人生的第二春了 因為他真的是已經空窗很久了 所以他就相信了 結果這個陽男就把一張很帥的照片 傳給這個小芬 那小芬看得驚為天人 沒想到跟陽男就一拍即合 最後就雙方這個陽男不但叫小芬 傳這個自衛的影片給他 然後身份上雙方還簽訂這個性愛契約 那沒想到這個性愛契約還沒履行 請問他們那個內容大概要簽什麼 大概就是一個月要履行多少次的這個連結吧 那但是他們還沒有履行之前 這個陽男又想新生一季 他想說他跟這個小芬講說 他有一個這個雙胞胎哥哥 那因為他們目前正在爭這個家裡 家裡面的遺產 希望小芬能夠用美人劑去親近他的哥哥 然後雙方發生關係以後 他有這個籌碼可以跟哥哥談判 那試成之後小芬可以分得300萬的這個新台幣 那小芬當然心動啊 因為這個陽男長得又帥 然後他又有錢可以拿 當然當然願意啊 那沒想到這個小芬 這個陽孝孝的哥哥 其實就是這個陽男所假扮的 然後他用這個身分去跟這個 小芬發生性關係以後 然後反過來 他又用哥哥的身分跟小芬說 你跟我弟弟串通這個美人劑 仙人跳已經被我發現了 我弟弟已經賠我200萬了 那你只要賠我10萬塊就好了 我就不追究你們的這個犯行 沒想到這個小芬還真的相信 就去提領10萬塊交給這個陽孝孝假扮的這個他哥哥的身分 那後來他這個陽孝孝又回到本身的這個陽男的身分 去跟這個小芬騙說 我們的計畫失敗了 我哥哥已經發現了 那現在你有兩條路可以走 一條就是你女兒陪我一個晚上 一條就是你陪我30萬元 那這個小芬怎麼可以受得了這個兄弟倆 這個假扮的兄弟倆這個 這個這樣不斷的這個 予取予求 後來他就報警 那報警以後警方最後抓到這個陽男 確定說他是一人分事兩腳來欺騙這個小芬 那後來檢方起訴的時候 也以詐欺取材跟詐欺取材未遂罪來起訴這個陽男 但是有關於強制性交的部分 因為這個小芬他是自願喔 同意這個陽男去騙他哥哥的仙人跳 所以後來這個強制性交的部分就沒有起訴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副主 那個陽男一人分事兩腳 他以他哥哥的角色跟小芬有發生關係 他自己有沒有跟小芬發生關係 他用他哥哥角色發生關係以後 事後因為小芬已經知道他哥哥長什麼樣子 當然他沒辦法用他自己的本身再去 對嘛 要不然我們就覺得這個就厲害了 雙胞胎哥哥啊 雙胞胎兄弟啊 對 是雙胞胎兄弟啊 但是相成這個樣子 連聲音都一樣 一模一樣 OK 對 所以你有時候聽到那種劇情 都會覺得匪夷所思 太荒誕 但是過程就是有人這樣 然後有人被騙 然後兩個人可以互換角色 小芬一個人在中間被忽論成這樣 然後剛講還有簽什麼 性害契約啊 所有這些 這有必要受限嗎 性害契約在法律上一定違反 順人風俗 這契約一定是無效的 不會這樣 可是當然你說食物上很多 那種包養 Sugar Daddy那個契約 很多 但那都無效 其實就是說到時候 到底能不能請求旅行 你不能到法院說 他答應我一個月五次 結果他只給我三次 就是法院不會理你 OK 對 可是這些事情 不是 加害人最重要一步就是選被害人 小芬很明顯的就是一個很寂寞的女性 然後寂寞的女性呢 她常常會急著找一個人來填補她的空虛 所以她就可以很容易的覺得說 哎呀有了她我的人生快樂多了 我再也離不開她了 一旦有這種念頭開始的時候 她就很容易被對方就是語取語求 然後呢她可能也有一種性格就是很難去拒絕別人 所以就是當這一切事情發生的時候 她等於一隻腳踏入了地獄裡面 她就是越陷越深 越陷越深 OK 聖美 你有耳根子軟嗎 對啊 那剛才副作講的那麼多 SOP的那個技設人設的那些什麼等待是值得的 然後那些所有那些詞 你聽了那些你就會心動嗎 因為我現在老江湖了 比較不會 那老江湖以前 但是我分享一下喔 要講得很特別 比方說看著你就會說 天啊 你真的是一個好特別的女人喔 別人都不了解你 我真的看到了你的靈魂 你這麼的乾淨跟純潔 而且一定要講一句話 我覺得會重 你值得被好好的疼愛 怎麼樣 這個通常都會重的 不要不會 兩位 兩位 你們兩個人 都覺得這個會重 不是 我有時候遇到一堆小鮮肉 就會說 你長得很漂亮拜託 哪個不漂亮整一整個都漂亮 對不對 拜託 那不夠深沉 那不夠心靈 或者說你好棒 好棒 我也知道我很棒啊 你了解我嗎 需要你來講 這是虛偽對不對 對 或者是他有辦法說服你 我可以許你一個未來 這個年輕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 對對對 其實說有人 你不需要騙他這麼多詞啊 你看 你常去看我們節目就知道了啊 他是很容易 他就是粉紅色泡泡 對啊 會遮掩的 剛剛講最後那句是什麼 許你一個未來 許你一個未來 OK 對他們都不了解你 聖美 這些詞好 除了這些詞這些話 但平常講 有很多用一些身份 什麼醫生的身份啦 對 或什麼什麼 再把它加進去 那更不得了 那我問大家 什麼樣的男人最有魅力 不要跟我講醫師律師什麼的 我也覺得很俗了 神秘的男人最有魅力 神秘 就是我們女人無法掌握你 對不對 OK 這個故事他就是掌握這個訣竅 為什麼呢 這個洪姓男子呢 基本上他在台灣也混不下去了 所以呢 就到美國去打工 他在美國還打黑工 就在餐廳當服務生 這個姓趙的這個趙小姐呢 他是一個富家千金 他就在那個餐廳裡面 碰到這個男生 哇 他就覺得 嗯 好不容易碰到一個同樣來自台灣 就會聊嘛 那聊了一下之後 因為他英文又好 長得也很體面 當然就會問 這個趙小姐就會問這個洪男做什麼 他就說 哎呀我在這個地方念書 你在哪裡念書啊 我在哈佛醫學院 念醫學院那個你知道學費 幾棟房子都賠不盡了 所以我白天有一份工作 我晚上還有一份工作 然後我真的 課業壓力很大 說到這 你都覺得拜託哈佛 這輩子我都進不去了 我都不知道哈佛在哪裡 我竟然活生生看到一個 念哈佛醫學院的人 所以這個趙小姐都覺得 天啊 這老天爺給我的禮物 兩個人就愛上了 愛上之後你知道很快就進展 他們就決定要結婚 要結婚呢很快的 這個趙小姐竟然也懷孕了 然後一開始他們還住在這個洪男 在美國的家 然後這裡 他都說他在醫學院 對啊他都去醫學院念書 但因為這個趙小姐 英文沒有那麼好 又不會開車 你知道 當不能溝通的時候 就很好騙了 因為你的老公就會說 我要去上課了 他都以為他去上課 不是他就在外面打工啊 可能是搬貨啊之類的 一路騙他 然後這個生活費都是趙小姐出 一定的啊 為什麼 將來你是醫師娘 我是什麼 我雞優股耶 你是不是該贊助我一點學費 應該 這個理由對不對 對 對嘛 你都有我的孩子了 我都想要贊助你了 真的喔 他對他的老公 完全是相信的 他不會去想到 他不會去查或什麼 哈佛醫學院很難查啊 第一我已經講了 趙小姐英文不好啊 那個上網站怎麼查 他是不是那個醫學院 他不會去想到這個 好 也該畢業了吧 差不多了 然後趙小姐就回到台灣來 為什麼 升到第二台了 這當中喔 想養小孩的費用 對趙小姐出 他在美國生活費也是我供 他的學費也是我出 就這樣來來去去好幾年 好了 老公終於學校畢業了 老公三不五十就有白袍的 你知道照片 然後會跟他講說 老婆我馬上要上刀了 所以待會再親親嗯嗯 然後他說他要去開刀 好 你知道很多醫生都這樣啊 然後特忙 然後過一下子就說 老婆我最近要到非洲去醫診 所以我可能有一個月的時間 因為那地方訊號不良 所以可能一個月不能聯絡 然後你知道 因為太奇怪了 因為這個老公開始上班 卻沒有養家 所有的錢就一直他供養 一直供養 而且他花在他的老公身上 高達一千萬 老婆娘家就開始去查 一查就說不對 按照中文名字 他就不是醫生啊 你知道這老婆說什麼 你們就是嫉妒我老公哈佛畢業 你們這些人都台灣什麼台大啊 什麼陽明啊對不對 我老公哈佛 你們是嫉妒我 所以他一直醒不過來 到最後 是他老公在外面用同樣的招數 騙了一個空姐小三 小三都親門踏戶來跟他鬧的時候 他才發現不對勤 問了他老公 才發現說他老公不是醫生 好啦你知道潘朵拉盒子一打開之後 哇 前後有快五六個女生都來了 你知道每個女生都說 他都跟我講他要上刀耶 你是嗎 是耶 他都常在開刀啊 然後這個A女跟B女說 他不是前陣子去非洲嗎 對耶 他去非洲咧 可是C說沒有啊 那個時間他跟我在一起啊 所以從頭到尾他就是個騙子 哇 厲害了喔 比李奧納多厲害對不對 神鬼交鋒那個厲害的多 厲害的多 可是這有刑責嗎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比較複雜 第一個是那個如果是岳家 看當初他們談論是用借的名義 借的名義當然是要借貸本來就要來返還 那夫妻有可能是一種情況是贈語 那這部分我們可能會假設他其實 你看都是用詐欺取的 他這都是學費啊什麼 什麼哈佛的學費 你一定沒有哈佛學費的啊 因為你根本沒去讀啊 對所以這部分是詐欺 詐欺的部分本來就可以用侵權行為來取得 那他如果要提離婚的部分 當然第一個他有小三 第二個他就是個騙子 那其實在離婚的部分 我是法官我也覺得這個 直接判理這大概沒有什麼問題 那再來監護權的部分 那我們就要考量很多點 當然監護權是以子女最佳利益 那你在看嘛這個人 詐欺啊 然後什麼有沒有的前科 可能還偽造文書 偽造醫生證件啊 然後一堆有沒有的前科 他先逛進可能要進去都不知道多久 如果就法官以子女最佳利益 可能也會判給媽媽的機會比較多啦 喔 OK 所以其實你說像一般來講 像這樣的一些事 對於法官來講 如果你是法官你會不會也這樣判 但我們齒平現在兩性平權嘛 大家不要都講男人嘴騙人的鬼 應該齒平講也有女人嘴騙人的鬼 也有可能會出現啊 現在這社會都有啊 現在最常見的我們就直播主的詐騙 其實是很常見的啦 現在最常見的我們就直播主的詐騙 其實是很常見的啦 他跟以前的剝啤酒店很像 他其實就是先說 對我們 我現在剛起步啊 我們先認識一下 那當然一開始原本有很 直播主很多 有人會刷禮物嘛 那一開始都是這樣 但是後來刷久了說 那我們私底下成立一個群組 我們不要再跟那邊 你不要再那麼可憐 刷那個禮物有一半的錢 都要交給公司交給經紀人 不要為我花這麼多錢 你在這邊 你就先跟我們成立一個群組 那我們約出來 那約出來當然你想 也不會讓他得手 出來看個電影千千小手 前面直播的環境結束之後 就開始回到剝皮酒店的模式了 開始了我媽媽怎麼樣 媽媽車禍癌症啊 弟弟巧讀書沒錢 弟弟搞不好也去哈佛要讀當醫生嘛 錢不夠 那怎麼辦 你可不可以幫我一點 那這個東西 那你就先十幾二十萬 先騙一點 多一點 試一點嘛 接下來最大的 要收尾怎麼收割 我當直播主 跟你 我這麼喜歡你 我不想再當直播主了 可是我跟經紀公司 簽了十幾年的約 怎麼辦 那個解約金 你看那個契約在這邊 解約金要一百多萬耶 怎麼辦 以前酒店要跟媽媽祥俗生 現在我要跟經紀公司俗生 沒關係這一百萬 我幫你出來跟我結婚 收了一百萬之後 人就不見了 通常都是這樣 而且通常很多人 很多次還有公務員 他們都是去用那種 公務員的貸款 去跟銀行貸款 然後來幫他付這筆解約金 可是實際上 最後就人財兩失 人也不見 人也沒得到 才簽到手就花了一兩百萬 這我給你簽 男人好好騙喔 對對 但人可講 因為生活有很多 你說如果是用公務員身份 去貸款或什麼 也就算了 因為你自己後面 有很多是因此 然後包括有很多 公務上的機會 然後可能包括聖貨 反正就是挪用公款 或什麼的案子 都出來了 很多都是因為這個樣子 但男人剛才 剛才傅作友講 那個SOP 聽起來大概都是 男人在騙女人的過程 用的一些字句 女人如果要是 剛講那個 進入剝皮酒店模式以後 也會有一些 知識的一些術語嗎 女人會喜歡你 許我一個未來 所以男人會盯上那些 有錢 或者是至少可以提供 性服務的女人 男人的話術跟女人的話術 是不一樣的 女人會看上男人 會有那種英雄氣概 所以女人最常用的就是 你是我唯一的靠山 這是有差別的 所以男人的套路 一二三四 第一個先分享自我 比如說我是哈佛 我可以念到哈佛 可是我竟然是欠學費的 然後第二個男人的套路 可能就是我給你一些 新奇的體驗 比如說我現在是FBI 我在外面忙什麼 或者是我現在要進開刀房 這聽起來都是 對我們女生來說 都是好迷人的新奇體驗 第三個你對我很特別 例如說比較單純的女生 常常接到這些了不起的男人 每天早上7點給你傳 I miss you 你說你會不會覺得很動心 然後最後呢 我都已經是有123了 可是我現在需要幫助 你的錢進來了以後 我可以馬上度過這個難關 這個就是男生的1234套路 可是女生的剛剛律師有講了 他最後的一個回馬槍就是 在這麼多的投我錢的人裡面 我只想要你的錢 所以這個時候這句出來 我有省三圈我只取一瓢而已 對 所以你還覺得好榮幸 然後把所有的錢都拿來供給你 要當人家的大術 就必須要有這樣的肩膀 OK 有這樣的背膀 但沒有想到到最後就是一場片 一場空 任何你有常說你去開庭嗎 怎麼會去開庭 開庭時間太短 都去陪真 一整個晚上就不見了 而且一整個陪真 電話不能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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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為什麼陪真回來都喝得醉醺醺 客戶他們出來放出來 當然找我喝杯酒 慶祝一下 陪真出來以後 你知道緊繃的情緒一次釋放 然後跟當事人之間 大家就好歹經過這麼一段 虛恩格 虛恩格 有很多時候真的就這樣 好剛講到 這些是不是有很多 你就要分辨清楚 是不是真的 還是裡面有詐數在那個裡頭 但警官剛講 騙財騙色騙很多這些 現在有很多 剛順便一開始講 你的LINE 拜託 我們在節目裡面也講過 警政機關大家幫幫忙 就是那個LINE或簡訊 沒事收到那種什麼投資 然後什麼什麼的那些 對 加你的群組 什麼投資群組 很多一大堆這些 可是如果這樣的話 以投資為名 騙財那是一定要 對 有很多人是這樣 另外還加騙色 有很多都是這樣 其實這種愛情詐騙 他除了要騙色以外 其實他背後 最主要還是要騙你的錢 那我這邊就分享一個 他本身是一個高知識分子的 這個被害人 他後來因為在網路上認識一個澳洲 持有澳洲護照的男子 這個澳洲護照這個 這個許姓男子 他被這個前女友指控說 騙了他170萬 然後人間蒸發 但是後來這個 許姓男子在開庭的時候 他反而指控這個被害人說 他是因為他從洋媚外 看到我有澳洲護照 所以他才把錢給我的 那實際上這兩兆的雙方 當事人都是30多歲的這個中年人 那因為這個許姓男 他本身是留長髮 然後又外型有點痞痞痞的樣子 很深獲這個女生的喜歡 那他本身已經已婚了 這個正希女子是名 國立大學的這個碩士高材生 他平常這個求學路都一路很順遂 但是因為他就是因為缺了一個伴侶 所以他即便30多歲了 他還是想要成家立業 那他就在網路交友軟體 認識這個許姓男子以後 那他以這個交往 這個結婚為前提來認識對方 那沒想到他指控說 對方說 他自稱這個許姓男 在澳洲成長 然後是回來台灣探親 那個看爸媽 那後來兩個認識以後 就流Line互相這個聊天了嘛 才見面沒幾天喔 這個許姓男就要求說 那我們乾脆到護政事務所 去辦登記好了 結婚登記 那這許姓女當然 這個這個正希當然 覺得說 他這麼有誠意 應該是不會騙我 那所以說他就他的一切開銷 吃喝玩樂 都由這個正希來買單 因為他的錢都存在澳洲的銀行 拿不出來 所以他在台灣的一些生活費啦 包含這個叫外賣的啦 甚至搭捷運啊 那買彩券這些錢 全部都由正希來出錢 那後來結果他甚至要求說 他想要開一家飲料店為由 要正希去貸款這個170萬元 那他真的貸給他了 然後拿了這個170萬以後 就人間蒸發 最後這個正希才覺得說 自己原來被騙了 他去網路上去發表這個言論以後 很多被害人在下面留言說 他之前也騙過我多少錢多少錢 他才知道原來這是一場騙局 OK 順美有很多時候 要騙人家投資或什麼 那個身分很重要 對 會框一些身分 尤其是如果他說他是警官 警察刑事組長 我都會覺得他很深 如果他說是分局的副分局長 那應該也會 要找得帥帥的 看起來很公平對不對 對 對 我就會覺得 你要我投資哪張股票 你說吧 就因為覺得很可靠 而且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 如果他有問題 我就去那個警察局找 好啊 這裡就有一個案子啊 就是其實這個魚姓男子根本是無業 但是很厲害 他說他是某某警察局的刑事組組長 然後就跟你講了說 你知道這個警察局 就有泰換一些手機 Apple手機 所以你要不要二手的很便宜 還要賣給你 要不然就是警察局有泰換一些 狗狗樓的什麼機車包括之類的 就類似這樣子 很多人相信耶 甚至他還說 你想不想去打靶 警察都要去打靶對不對 我幫你去預約 對 你去打靶 對 我厲害吧 你總是會覺得 似是而非 結果他一路就這樣騙了 將近七十幾萬 我最後想要講一個 前幾天我看一個新聞 我也覺得蠻妙 有一個男的 他騎警用機車 不知道哪來的 然後弄了一個背信 上面寫警察 你有沒有看 超爆笑 因為他跟人家發生爭執對不對 他竟然下車啊 就轉動這裡的密錄器 結果你知道那轉動是什麼 轉動是扭扣 他就假裝是密錄器 然後那個民眾以為 他是真的警察啊 因為他就穿成那樣啊 結果他只是 在路上啪啪走的一個路人甲 副座像這樣子 對你們來講的話 會造成困擾 當然會啊 其實我們實務上也是 常遇到說很多這個詐騙集團 他是冒充我們警方 尤其這種假檢警詐騙 很多被害老人家 一開始接到 都是說他是新北市行大 或是台北市行大的警官 對 然後他那個名字全部都是真的 真的是有這個警官 但是打去問以後才發現說 根本沒有這件事情 對 所以這時候我們還是講 有很多人不要 因為接了電話 就心慌意亂 然後這時候 我跟你講 絕對不會是這樣一個模式的 OK 那很多像這樣 而且警官可以帶你去打吧 那如果跟你講他是飛官 他不就帶你去飛F-16 對這件事情 但沒有辦法 就是有很多人會相信 這樣一些事情 這個就是套路裡面的新奇體驗 新奇體驗 我也相信 對 帶我去參觀阿帕器 對 而且連律師 心理師 都有能力可以去騙到人的 但你不要 因為參觀阿帕器可能是真的 你知道嗎 好困難 對 只是後面那段 不能帶你去飛 OK 但剛剛講到還有 冒用警官的身份這些 因為這些冒用身份這些的話 基本上他會有刑責的阿 當然 包用警察身份 穿警察制服那本來就有違法 對 然後他另外 他利用警察或公務員身份 去實行詐欺的話 這有修法變成家中詐欺 就像我剛剛講 那是直接一年以上 有期徒你再來處理的啦 然後另外其實最近還有一個狀況 就是其實利用時事來詐欺 在實行同學住一下 無二戰爭嘛 戰爭的時候什麼東西要漲 理論上 黃金要漲 然後就跟你講說 來沒關係 你就投資我一筆金額 然後我幫你送到烏克蘭 或烏爾邊境那邊 俄羅斯人跟烏克蘭人都想 有錢人都想把錢換成黃金 要不然他們幣價都跌到不行了嘛 所以我們有管道 我們一年至少可以獲利12% 獲利12% 然後其實這當然都是吸金的方式 然後另外還有一些 就譬如告訴你說 那邊現在戰爭發生 那邊很多一些古巴比倫的寶藏 什麼都挖在那邊 我們可以有管道進去挖 反正他們戰爭都把 地上物都清楚了嘛 地下很好挖嘛 對 就是用什麼辦法 各式各樣的吸金 這都還沒有判刑 因為我最近都只是聽到 當事人在講這個我說不用看 一定是詐欺不可能 絕對是騙人 OK 那副作用不要提醒所有的觀眾朋友 就是總是 能夠有什麼樣一些的 徵兆 徵端 能夠去分辨這個爭尾 其實我們建議民眾 聽到這些話術喔 心裡面要有兩個字啊 存疑 一定要存疑 然後接下來一定要求證 就像我們警政署宣導的這個 一聽二掛三查證 你接到任何電話 這種詐數的電話 你只要心裡面存疑 尤其提到跟錢有關係 要叫你去提款機錢 或是要你轉帳 那或是什麼 這種有關於錢的問題 你就一定要存疑 那接下來就去求證 那你只要把兩個要點記住 基本上你應該怎麼會被騙到 OK 其實有很多時候 會被詐騙的過程當中 當然第一個 剛剛來賓也都特別提到 第一個可能自己陷入 情緒上的一個谷底 很容易被人家的人設騙進去 還有一個 貪字千萬不要想 OK 因為當你有一點點的貪念的時候 恐怕更容易陷入別人的一些陷阱 騙財騙色很多神棍的一些說詞 希望透過所有來賓講的一些案例 能讓你以後如果聽到的話 你能夠辭職一笑 OK 那根本不會是真的 OK 好 看這時間 任何你要去陪真的嗎 OK 我跟你講 真的要 真的要去陪真的嗎 OK OK 祝一切的勝利 非常謝謝所有來賓 也非常謝謝觀眾朋友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